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第七章的经文很长 保罗正在回应一个课题 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所提出来的 是否应该禁欲,或者是否应该守独身 那保罗在表达他自己的看法跟意见的时候 他需要很小心地去处理 这一个哥林多里面的那种的张力 特别是对这一个课题的张力 我们看到哥林多的信徒教会里面的人 其实是相当两极化的 我们才刚刚在第五章第六章 看到教会里头有一些的人容许淫乱的事情 我们看到第五章 有人娶了继母 教会里面竟然没有人去责备他们 反而是夸耀 有些人为这样子的事情而夸耀 认为他们正在领导这个世界 因为连外族人、外邦人都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 虽然在灵修的视频当中我们没有看那段的经文 但是在第六章的下半段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是在身体上行淫 就是他们去找妓女 他们与妓女苟合 那这种的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他们似乎对性的观念 很开放 所谓的开放是没有节制 正在神的面前 那是犯罪的 然而来到第七章 我们就看到在教会当中有另外一族的人 却走向另外一个的极端 这一族的人强调要禁欲 强调要守独身 甚至他们在鼓励那一些已经结婚了的 这一些的伴侣 要离开他们的配偶 因为禁欲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这让我们看到 其实哥林多教会 这就是处在这种的两极的当中 而保罗在第七章这里 要很小心翼翼的来去 把他的看法 或者来自神的启示 可以表达清楚 免得他的角度会引起两方面的误会 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 第一 保罗他是没有反对带有目的的境遇 保罗说什么呢 保罗说在经文里头 他讲到如果夫妻之间为了要祷告的缘故 暂时分访是可以许可的 但是这一个禁食祷告或者一段的时间过后 仍然要同访免得让撒旦有机会 趁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来控告我们 或者使我们跌倒 保罗也讲说如果在那一个的情况里头 在默示的一种的情怀 将来面对的痛苦受难苦难的那种的威胁里头 如果禁欲或者说守独生 那可能是更好的 但是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种的恩赐 或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领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不应该反对这些人结婚 这是保罗第一样 他不反对禁欲 但是他提出是有属灵意义的禁欲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了上帝的缘故 为了祷告 暂时的芬芳 但是过后仍然要有跟伴侣 有这一个家庭 有这个性的关系 那同时他也肯定 这一个的婚姻里面的这一种的情欲 或者性的关系 那是合适的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方面 他没有反对禁欲 但是他提出禁欲需要有 这一个的有目的 真正知道的目的 那同时他也没有反对 这一个的婚姻 在婚姻里面的欲望 在婚姻里面的情欲 或者性关系 是合适的 是可以许可的 然而保罗却在第七章的第一到第七节 那个部分就提醒在婚姻里面的这些的伴侣 也要小心免得自己的欲望 这一个超过了 或者说要小心去处理自己的欲望的事情 那他提到一个的事情 他提到一件的事情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丈夫的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 乃是妻子的 妻子的身体也不属于丈夫 妻子的身体也不属于自己 乃是主权 主动权在丈夫那一边 当然这一段经文 其实保罗主要还是谈禁欲的课题 他说到说 这一个的在婚姻里面 在基督信仰的婚姻里头 我们应该满足伴侣的需要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的说法 也可以两边都坚固 一方面谈到禁欲 我们要满足伴侣的需要 而不是如果是一个禁欲主义者 那他应该竟然在婚姻里头 要满足伴侣的需要 如果伴侣有需要 要做丈夫的或者做太太的 要满足对方 那同时 也可以来去 小心那一些 过度放纵情欲的 因为你身体不是自己的 我们不应该把 我们的伴侣看成是 满足我个人欲望的 一个的条件 我们看到自从 罪进入世界里以后 在人的关系里面就产生许多的破坏 因为罪进入到世界当中 人跟人 甚至在夫妻之间都有竞争 在婚姻里头 有些时候许多的婚姻导致破裂 正是因为大家不能够推让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然后保罗在基督化的家庭 基督的婚姻 基督徒的婚姻里头 特别在一部首书 他说什么呢 我们要彼此的顺服 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 丈夫要爱妻子 甚至为他舍命 这就让我们看到 保罗在提出一种的新的关系 这在基督里面的关系 不是要让对方满足自己 而是自己要满足对方的需要 这对敬欲跟重欲的两种极端的情况 这一刻的提醒都是合乎中道 如果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就要更顾念我们的伴侣 我们的太太或者我们的丈夫 他的需要 而在第七章这里 特别谈到性方面的需要 要更顾念他们 更体恤对方的需要 对各位姐妹 我想这种的彼此的顺服 或者体恤别人的需要 不单单用在性的方面 更是家庭能够一起荣耀神 一同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 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愿神帮助我们 但愿我们在基督里面 建立和他心意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在彼此顺服 彼此体恤的这个关系里头 一同来见证他 荣耀他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们看到你让我们有机会建立家庭 使用我们 主让我们所建立的家庭 在这个彼此顺服的关系 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 能够见证你 荣耀你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